3 2 1 大家好 我是內政部長徐國勇 看到沒有 隔壁是誰 唐鳳 唐鳳 我阿勇阿 他唐鳳 今天很高興 其實我們今天是 內政部跟我們的政委 要跟大家來講一下 什麼叫做EID 什麼叫做數位身份證 身份證大家都有 你有嘛 對不對 今年今年第六代 第六代 也就是我們的紙本身份證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到底什麼是第七代 我們的EID的政委 跟我們報告一下 好 我們七代卡比現在的好 那主要好在哪裡呢 就是目前這個 我們先把它叫六代卡 這個六代卡 它有兩個大問題 一個是說當初設計的時候 它防偽的這個保固 只用到大概2016 所以意思是說呢 現在我們去辦很多重要的手續 開戶有沒有 辦手機的卡 它就要雙證件 對 就是因為這個呢 它防偽這個功能呢 已經越來越割弱了 我快來插畫一下 對 好 來 竟然在有一些國外的網站 尤其在 大家知道對岸的網站 竟然有在賣這個材料 還可以做假的身份證 對 所以主要就是一個 防偽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在這個背面 它有很多別人的個資 不是你自己的 媽媽 對 還有你住哪裡 住哪裡 住哪裡連地址幾號幾樓都出來 對 所以有的時候呢 好比像說我們去辦理一些 好比像說這個驗一下身份啊 住宿登記啊 大樓警衛啊什麼時候 你交給它 它翻到背面 馬上就知道你住哪裡 這個是個資洩漏比較多 所以這次期待卡主要就是要解決 防偽 各自洩漏這兩個問題 對 期待卡到底它是怎麼一回事 唐莫是不是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啊 我們看看圖卡 來 好 那期待卡它樣子 這個上面還沒有那個等高線 這個 最後還有等高線 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是我們來評比的時候 進來的 真正的樣卡跟這個 是有一些不一樣 但是它的個資 揭露的跟整個項目是差不多 差不多啦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在這張卡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最主要就是說 第一個它強化了它的防偽的等級 上面呢 有一些這個中央印製廠投入的 什麼半透明的照片之類 這個很漂亮 對 非常非常難偽造的這件事情 對 那另外一個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說 它在上面呢 你自己願意的話 你可以附加一個叫做自然人憑證 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那自然人憑證這個功能 像我 我現在已經有一張自然人憑證 那這個就是我報稅的時候可以用 很方便 那但是呢 我現在這一張自然憑證 跟未來的這一張身份證 這個期待卡 對 我現在是會分成兩張拿了 主要是因為我這個有時候會帶在身上 我這個會放在家裡 但是對有些朋友來講 他想要說那兩張放在一起 那也可以他自己的選擇 不過如果你這樣選擇的話 那就要更要保管好 那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在這裡要再請教一下唐壯說 那我們現在所謂的期待卡 對 我們的EID 那上面的個資到底少到什麼程度 可以比現在的六代好到什麼程度 給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來我們看正面 看正面 正面它只有四個 就是姓名嘛 這一定要有的嘛 身份證號嘛 不然它就不叫身份證了 你的生日 生日之外呢 還有相片 全部就這四個 那背面的話 我們看一下圖片 背面的話呢 就只有多一個 叫做結婚狀態 那為什麼不是配偶姓名呢 因為配偶姓名是人家的個子 對 但是你有沒有結婚 這是你自己的個子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變成最少 就是正面四個 背面一個這樣子 其實像我來講 我太太的名字是她的個子耶 我在我的身份證把它揭露出來 不就洩漏她的個子嗎 確實 我爸爸媽媽也是 爸爸媽媽的個子 對啦 我的身份證上面有她的名字 洩漏出去 也是洩漏她的個子啊 所以其實現在 我們應該是對個子的保護 會更加的確實 更加的確實 不會不小心被翻到背面 就看到別人的名字 看到你的住址 不會這樣 不過當然有的時候 要辦一些手續的時候 還是會需要戶籍地址 好比像說 我去演講 有時候就要跟那個財政部 就是要申報說 我有一筆所得 這個時候我是要提供戶籍地址 沒有錯 那這個上面沒有戶籍地址怎麼辦呢 所以這就是我們說的 對啦 EID晶片的裡面的重要 晶片的部分 這沒問題喔 韓國是專家 也跟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們在戶籍地址這一欄 我們就先拿這個來當作例子好了 我們戶籍地址呢 如果現在是用紙本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 好比像說戶籍藤本啊什麼上面 一定都會有戶籍地址嘛 但是這個晶片身份證裡面 它在晶片裡面 有放我們以前在六代卡的時候 就是現行的身份證 後面的這些戶籍地址的這些資料 但是呢 它是用一個密碼把它保護住 那這個密碼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我們 還沒有發 快要發的 護照的封面 我們的護照 對對對 中華民國護照 對對對 護照封面 不過內頁是一樣的 內頁是長這樣 好 那護照的內頁呢 大家如果有用過自動通關系統 所謂e-gate 系統的話 那應該會知道說 你是要先翻開這個內頁 把它底下這個叫做機器的讀取碼 先給這個機器先看到 它拿這個讀取碼 才能夠來讀護照裡面的晶片 那從這裡面呢 知道你這個通關的時候 到底你是不是現在是可以通關的這個狀態 所以換句話講 其實我們的身份證以後就是也有個讀取碼 對 就是這樣 它就是跟護照的規格 就是i-care這個規格是一樣的 可是如果有的人 不想給人家讀取碼 那這些業者能不能強迫 我們的身份證持有者 一定要給他讀取碼 那這些地址 一別結婚狀態 然後跟我們不是高解析度的 已經是縮到跟護照上面 小小那個解析度的那種相片 那這些呢 服務的提供的人 內政部已經有一個辦法說 服務提供的人不可以強制要求 要讀取這個晶片 感應的或者插卡的 它都不能強迫你 也就是說像我自己啊 昨天啊 才在跟我一個就是社區的很多朋友 那主要裡面有一位我認識的 就是我阿嬤了 88歲的阿嬤 她跟社區朋友在討論的時候 因為我阿嬤她從來沒有用過提款機 她說她介入密碼呢 有時候會忘掉 那她的朋友也很多都是跟她一樣 是拿著存折去郵局刷那個本子 填提款單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會擔心啊 如果強制要求讀取晶片 我不會用 怎麼辦 所以內政部特別講說 不管是公家機關還是私人機關 不可以強迫 像這個我阿嬤或者是她的朋友 要讀取晶片 它紙本的部分 我們還是可以列印出來一張 像剛剛講的類似戶籍等本嘛 有一個檢核嘛 他們拿這個紙本 然後去郵局辦手續等等 他不可以說 那你只有晶片我才提供服務 不可以這樣子 唐鳳像大家講得很清楚 所以大家不必煩惱這一方面說 人家會強制要你的什麼讀取碼 你可能個資就會再洩漏等等 沒有這個事情 這很清楚 不過我們EID裡面 我們的數位身份證 除了剛剛說這讀取碼有個公開區 我們還有個所謂的加密區 那這什麼東西啊 是不是請我們唐鳳像也跟我們講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圖卡 這個圖卡其實講的也很簡單 它就是說別人的個資啦 別人的個資啦 配偶的姓名 父親的姓名 母親的姓名等等 那這些部分呢 是要輸入一個密碼 才能夠來讀取 那這個密碼呢 是你自己來設定 是六位數的密碼 那有點像是提款卡 這樣子的密碼 那如果你是覺得說 那這些部分 我根本就不想要讓人讀取 你也可以縮卡 縮卡就誰都讀不起來啦 這樣子 對那所以這部分 為什麼還要留著呢 是因為 好比像說你要到銀行開戶的時候 現在因為洗錢方式法 所以需要你的出生地 這樣子一個資訊 或者是說呢 有些時候呢 要辦一些 好比像說 我記得好像 什麼人工生殖法 確定這個 這個叫做優生保健法 對 所以說法律明白寫說 這個機構 他應該要可以讀取這些資料的時候 這個機構 要先來跟內政部申請 內政部呢 不但是要這個依法核准 它沒有法律來源 是不會核准它 而且還會公告 到底是有誰來申請我們核准了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他才能夠來讀取這個加密區的資料 那當然 如果你把自然人憑證功能 附加上去的話 自然人憑證也有密碼 本來就有密碼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八碼以上的密碼 所以你在輸入的時候呢 不但只能插卡 而且兩個密碼長度 因為絕對不一樣嘛 是比較不會搞混 但像我的話 自然人憑證會分開拿 那當然就沒有 插卡自然人憑證去這個問題 所以換句話講 只能插卡這四個字 大家就很安心了嘛 對 因為大家還怕什麼 怕說不小心這樣 它是不是遠遠的被碰一下 就被讀走了 不會 對 何況你還有密碼 對 對不對 還有密碼 所以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很多人在質疑這個時候 唐鳳跟我們講得非常的清楚 對 那同樣的 就算它依法可以取得這些資料 它還是不能強迫你給晶片 如果你拿這個騰本去給它的話 效果是完全一樣的 是 那除了這個大家放心了以外 現在還有一樣問題說 譬如說我拿了身份證 到哪一個單位 哪一個機關 我去辦的時候 譬如說我到什麼機關 去辦了什麼東西 那政府會不會知道 或者是政府會不會知道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啊 大家也在質疑耶 對 其實現在我們在六代卡 就是紙本的情況下 如果你去辦任何的服務 當然它是不需要連回內政部 對 因為它這個紙本的卡片上面 就已經有資訊了嘛 對 所以大家在問的是說 那七代卡 是不是說其實不是讀卡片的資訊 是要連回內政部 看這張卡有沒有失效 然後呢 它才能夠來運用呢 那跟大家報告 原理上不是這樣子 我們下一張圖卡 好 內政部呢 是這樣子的 內政部每一天 每天會固定把哪些卡被掛失 欸好像是要打1996 對 哪些卡被掛失 把它這個掛失的清單 告訴各個機關 那這些機關 從那天開始就知道說 有人拿這張卡來的話 這張卡是就是 你知道就是遺失的 對 不能再使用 對 所以呢 因為已經有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你每次辦手續的時候 其實服務提供者 它是不會再連回內政部 也不會再連回其他機關 來確定這張卡的有效性 因為它當天早上已經下載過 哪些卡被掛失的這樣子一個清單了 所以內政部也沒有辦法去掌握說 那你使用的足跡到底是什麼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早上有立委就在問我 我今天早上到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接受質詢 有立委問我說 那你們會不會人家用數位身分證 你的數位足跡 你們內政部都給人家掌握了 等等這些 然後就知道他到哪裡了 做了什麼事 不過這個 唐公剛剛講得很清楚 絕對不會 我當內政部長也要告訴大家 當你拿了數位身分證 到別的機關或別的單位去做什麼事的時候 那資料絕對不會連回內政部 我當部長要跟大家保證 要幫你們保證我絕對不會做這個事 這樣可以 這樣好 再來 我們如果大家了解之後 現在我們 那你數位身分證 有附加自然人憑證 當然你也可以附加 不過 你就不會這樣 你看我已經有這個 我也有了 不過 他是怎麼樣來 線上應用的 這部分是不是 也簡單的 唐公讓我們了解一下 其實現有的自然人憑證 他跑到 好比像說 數位身分證的載具裡面之後 用起來是完全沒有什麼差別了 那就是說你插卡 好比像說報稅 那這個時候呢 他也不是先連到內政部 再連到別的機關 他是這樣子一個情況 就是 直接 從你自己的電腦 或者你自己的讀卡機 或者是現在也有一些朋友 他是去便利商店 那他去那邊報稅 也可以用便利商店的讀卡機 但是無論是用哪一台讀卡機 是直接透過網路去連到 好比像說金融機構啊 網路銀行啊 等等的這些部分 他也不是說 先來內政部 內政部幫他轉 不是這樣子 所以不會到內政部來 內政部也不管這個事 我們也不會去收集這個資料 我要再一次的強調 對 所以包括你在用自然人憑證這些 內政部不會把你們收集資料 不會收集你的數位足跡 大家放心 這樣了解 現在再來我再問一下 自然人憑證 像唐鳳你說你有了 你已經有原來的自然憑證 我問你 因為我不知道誰用這個 對 那現在EID來了 又有附加自然人憑證 這第一個 我可不可以不要 或是怎麼樣 第二個有人說 我就是不要自然人憑證 可不可以 能不能選擇這部分 唐鳳跟我們講一下 好 因為對我來講 自然人憑證 我一般不會帶到身上 所以對我來講 我自然憑證就是放在家裡 需要用的時候才用 比方說我的財產申報 也必須要用自然憑證 才能去跟監察院申報 所以對我來講 這個用處呢 就是它跟身份證結合 對我用處不大 所以這個時候 我在辦新的這個期待卡的時候 我就會勾說 不用結合自然人憑證 那如果你要附加自然人憑證 你也要給我一個 要附加自然人憑證功能 所以這個是由你自己來選擇 那如果從頭到尾 像我阿嬤跟她朋友 都用不到自然人憑證 那這樣子你就從頭到尾都不要辦理 這都可以你自己挑 換句話講說 我們可以把自然人憑證 你在拿EID的時候 你不會不開自然人憑證這個 不開自然憑證這個 都可以解決了 是啦 那如果你要開的話 你也要特別去勾 他才會去開 所以全部都是你自己來決定 這樣 所以選擇權 在民眾你自己 選擇權 不是政府強迫給你的 您可以放心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的EID 包括自然人憑證 它到底 國際安全的 標準是跟什麼程度 還是什麼叫做國際安全的標準 定定 我們是不是會請討論 來告訴我們一下 好 那我們下一張圖卡 這個呢 是國際上面 對於 就是數位的身份認證 ISO的這個認證 它有三個要考慮的部分 第一個是說 你拿這張卡的時候 是郵寄給你呢 還是你要親自要確認你是誰 才能夠交給你 這個是註冊的這個強度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憑證 會不會很容易 被這個倒刷之後 弄一份一樣的 好比像說六代卡 就有這個問題 剛才部長有講了 六代卡 現在因為相機解析度都很高 你如果被很高解析度的相機拍到了六代卡的正反面 那這樣子的話 人家要去把它複製一份 說真的並沒有那麼困難了 現在 所以這個呢 就是它在硬體的卡體上 以及它的晶片上 都是有防偽的這個做法 那最後呢 當然在這個安全的等級上面呢 也是Level 4的這個等級 所以如果就是大家覺得我剛剛講的比較麻煩 記不住的話 可以一句話了 就是七代卡比現在的好在安全上 所以換句話講 我們現在的資本身份證 跟我們以後的EID 我們的數位身份證 就是數位身份證的安全性 比我們現在 直卡的安全性 多好很多 這樣就對了 這樣大家聽得到 我也聽得到 你們專家在隔壁 不過在這裡 我們還是講說 你的EID 你的晶片到底是哪一國做的 有人說 是不是哪一國做的 哪一國做的 很煩惱這個 你們晶片的整個這些把關 是怎麼把關 你們執行怎麼執行 簡單是不是這麼說 我再跟我們講一下 好 來 這張喔 它講的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晶片卡裡面 設計出來的這個程式 這些都是我們叫做 ROM 就是只能讀取 不能夠再去改變 不能夠再去更改它 所以它功能設計出來之後 是由我們就是 台灣機體電路製造 五份有限公司 簡稱台積電 把它寫進這個晶圓裡面 那你事後呢 也有一些朋友擔心說 那事後如果再被追加功能 不可能再追加功能了 它晶卡的時候 寫進晶圓裡是什麼功能 它就是什麼樣子的功能 那這個時候呢 在中央印製廠 因為這次的晶卡 不是在互鎖晶卡 而是你申請了之後 我們在中央印製廠 然後用出廠的這個空白卡 去把你的這個資料寫進去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前面的部分 不管是台積電的朋友 或者是空白卡的朋友 當然都是不會看到你的個資的 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確保 所以換句話講 我們的晶片那個晶圓製作 是我們台灣台積電 再來 我們現在出來 出廠的時候是空白卡 當然它還要洗卡 當然啊 洗卡就是把它塞到它 清去清去裡面 對啦 你拿走的行家 頭放進去也不可能 所以啊 接下來是我們 大家可以相信吧 中央印製廠 你現在用的錢 它是贏的 你的鈔票是在印的 所以它來做這方面 包括檢測啦 安全架密盡量這樣進去 對 還有它很多實體防衛的 這個技術啦 其實我們這一次喔 就是我們在看到這個卡的時候 你看連背面 它都有這個半透明的 這有半透明的 對 我的小手 對對對 包含你稍微轉一轉啊 都可以看到很多防衛的技術 那這些技術呢 就是護照那個等級的 對 那坦白來講 成本也有一點高啦 所以就是要好好保管 對啦 所以 因為成本很高 所以千萬不要掉 掉了的話 因為那個成本最少要900塊 所以有人說 你如果這一次 九百塊這麼多 九百塊 現在是民進公 也沒買過 跟護照一樣 跟護照一樣啦 其實喔 所以我們現在護照也是這樣子啊 當然啦 我要講喔 第一次請領成本證 你去換成本證 你領成本證 不用錢 給政府出來 所以喔 大家放心 不是說你去 你如果要花九百塊 買 那是不用錢的 但是你如果放棄 抱歉啦 你如果要自己做 因為你自己要保管 現在說到這裡 我們再挑回來 我們再挑回來說 我們這個成本證的製造 包括台積電的晶圓 包括綜藝營 人家在做 我們現在到底安全 到什麼程度 有人說 你到底有安全嗎 不然來試試看 好 好 來 目前呢 我們是有兩個測試計畫 它是並行的 一個是在新竹市 由自願來申請 不是強制的 從頭到尾都不是強制的 有至少半年的時間 是新竹市的朋友 如果願意的話 他可以先來試著 來領領看 領的時候呢 他這個就是有效力的喔 就是正式卡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會邀有公信力 我們國內的資安團隊 來進行測試 那報名的呢 他是要在國際的比賽 全國的比賽 有得過獎的 那這些團隊呢 他會拿到測試卡 測試卡呢 就是有點像 我剛剛舉起來 那張道具卡啦 他其實不是真的 一個人的身份證 所以他就算 把它破解了 也不會拿到 真的人的個資喔 但是呢 他要來做什麼呢 他要來試試看說 我們剛剛講的 我如果讀了你的卡 就可以複製一張 到底有沒有這種事情 你的自然人憑證區 如果有打開 那能不能偽造 他的簽章 這種事情 或者是說 甚至自然人憑證區 因為我們現在自然人憑證 單獨拿的時候 是也有感應功能 這個感應功能 會不會有問題 這個他們也可以測試 那測試呢 當然如果找到問題 我們就來面對再修正問題 那這是兩個並行的部分 那如果呢 我們資安團隊測試 真的都OK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也接到很多朋友 會希望說 在新竹市以外 因為他們覺得說 在新竹市的這個服務流程 畢竟比較有限嘛 就好像說這個 在體育域場裡面 來驗收一個全天候的 交通控制設備 李宗憲老師講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也要考慮說 那專業的資安人員測試完之後 是不是除了新竹市之外 其他別的國民 也可以讓他線上 來試試看自願申請 但是這一部分 是要前面這個資安測試 真的都沒有問題 才會辦理 所以這一些團隊如果來攻破 那種攻破 攻破是有獎金的 有獎金 我頭頭跟大家說 獎金是滿不錯的 非常高的 就是說 我們要讓人來測試 讓我們這個安全性 讓大家放心 這要讓大家了解 測試完之後 當然要看情形 我們行政院院長蘇貞昌 在總質詢的時候 有答覆李委講得很清楚 測試完了以後 我們必須要安全性 大家都有信心 沒有顧慮 我們才會開始實施 不是測試完 好 就飛走 抓一走 就馬上看下去 不是這樣 所以大家聽好放心 這才可以跟大家說 那還有就是 有些朋友會說 我是不是一定要資安專家 才能來報名 如果你是新竹市民 你不需要是資安專家 你也可以報名 那我們後面 如果真的有開放全國民眾 自願來申請的話 也不需要是資安專家 如果好比說 流程上面 你有一些建議等等 那個可能 沒有什麼獎金 但是我們還是會想辦法 頒獎算給你 哈哈 謝謝 我會做比較漂亮的獎算 那你下次以後 有機會看到部長 你說 這 沒有 你給我 當然 我們要讓大家了解 不過 大家說 只要你們台灣在做 資會身份證 只有台灣在做嗎 到底有多少國家在做呢 這一點請唐鳳 也來告訴我們一下 好 我們在這張圖上面 看到的主要是這四個嘛 比利時、德國、瑞典、愛沙尼亞 那民主國家在退行 社會身份證的時候 這四個國家都一樣 它主要是有很完整的社會溝通的一個程序 是大家都把實際上使用的場景 可能出現的資安的問題 它到底法治上面對大家的保障 這些都確認了 確認之後 他們才進行全面的換發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直播 不是說這場直播之後 就沒有 就不溝通 不是這樣子 我們剛才講的 好比像說資安測試這些 我們應該是今天吧 就會公佈在我們Join平台 如果找眾開獎就可以找到 那在這個平台上面 大家如果有更多的問題的話 我們是要像院長講的 是要真的溝通到大家都安心 我們才會全面換發 那這個是上面這四個民主國家的做法 也是比較負責任的做法 其實唐鳳你這個板子裡面 我要特別再指明 你看82% 82%那有超過128個國家 他們現在都在使用晶片的身份證 所以我也曾經碰到有這個教授 還有我們竹科的工程師 剛好我去新竹碰到 我跟他說 黑長全世界很多人在用 我們是科技大國 但台灣是數位大國 我們也有復活神山台積電 我們還有很多的科技公司 他說應該是可以用 不過當然民眾說的聲音 我們都會收起來 大家做參考 希望我們要做得好 這我們都接受 就是剛剛唐鳳所提到 自主選擇 充分溝通 不能強制去用晶片 所以提到這個 突然又有想到的問題 當然 本來是想說 要做結束了 不過我先找一個問題 有人就講說 能不能你發行數位身份證 可是我仍然去擰用紙本身份證 你幹什麼 我們先看一下 下一張圖卡 這個要先回答一下 就是在版面上面 我們的身份證七代卡 它就是一個很清爽的版面 真的也有朋友問說 那我可不可以選擇 像六代卡那樣子 我把戶籍地啊 什麼什麼都還是印在這個房尾 變得比較好的卡面上 那確實內政部也有考慮過 就是我們印兩個不同卡面的版本 那但是這個呢 真的成本很高 而且我在講成本 不是製卡的成本 是每一個櫃台 它要零櫃服務 它要服務兩種長得完全不一樣的 七代卡的這樣子一個成本 所以後來呢 我們就提出了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如果你要完全把它用紙本流程的話 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你要先拿七代卡 但是晶片的部分呢 你可以完全停用完全不要用它 但是你配一張好像戶籍藤本這樣子 叫做晶片資料清單 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就相當於一張完全紙本的 七代身份證 後來是用這樣的方式 是一加一的方式 而不說在這張卡上面有兩種版面 嗯 所以我們要來做結論囉 欸彭鳳 你看這個就是結論嘛 欸對 我剛剛講的版面清爽啦 對 另外一個其實它還是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好處 就是現在用六代卡喔 就是現在用六代卡喔 很多人是用手機內建的那個 自圓光學辨識去拍那個正面 然後去讀上面的文數字啊 那像我用那個LINE的時候 這樣子一拍 它就說我的名字叫唐鳳鳳 欸我叫唐鳳 為什麼中間冒出一個字 就是因為它那個AI模型訓練的時候 都是三個字的名字啦 那部長的名字當然是三個字啊 但是也有一些筆畫有點像 所以我曾經被掃出來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叫徐國勇嘛 結果他給我掃出來變徐國男 徐國男 因為我的勇頭不見了 是是是是 所以他用OCR 就是我說OCR去的時候 我說一辨識都會出問題 另外如果不辨識 那就是你要用拿起一支筆 然後就開始在那個格表上面去填啊填啊 這個就免登打免填寫啊 就是第二個嘛對不對 那但是就是說還是一樣 不能強制用這個 所以像我阿嬤她昨天就特別要我講說 她喜歡一個字一個字寫自己的名字 那這樣子是可以的 不是說服務提供者因為她用寫的 就不讓她去郵局辦服 絕對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你喜歡寫還是可以寫 還是可以寫 對 但基本上我們 免填寫 免登打 對 我們很多的辦事情的速度會更快 那有時候 免填寫你也不會寫錯 像我徐國勇 我就曾經有人幫我寫 他寫成圖國勇 他變成山田水 這個事情就大條了 像像歐西亞 一辨識變徐國男 頭沒他 會有這個問題 那另外當然我們還有個資 就是不會洩漏到別人的個資 不會莫名其願被讀到自己的戶籍地址 現在翻過來就讀到了 那最後就是說 它這個加密的保護 不只是晶片裡面的加密 它在防偽的這個層級上面 也真的比六代卡要來的安全很多 所以六代卡它防偽的這個技術 其實已經過期了 不能一直這樣子撐下去了 那所以至少它在防偽等級提升上面 我覺得七代卡是比現在的要好 所以我可不可以除了這四個結論 我再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我們現在六代卡的資本身分證 跟我們以後的EID的七代卡的資本身分證 一比較起來 當然七代卡比六代卡更好 還更安全 它的防偽措施更好 對你的個資保護更好 這樣對不對 即使你完全停用晶片 它還是一張比較好的卡 好 這樣清楚 不過我還有一個要求 對 我們有說 我們只有一次不夠 應該還第二次 這樣喔 是要回答網友問題嗎 哈哈哈 也可以來來來 現場有沒有 在看網友問題的 可以幫忙回答 拿一兩題出來 我們來回答 看看 來 來 我這裡沒看 來 好 我也來開開看 來來開開看 今天我在立法院 其實我們立委 也非常關心這個 但是這是我們國家的一個 講師債業的大事 當然這當然是十幾年來 從馬總統一直到我們現在 蔡總統一直過來 這個是行政院的政策 內政部當然也就是 內政部的政策 所以我們行政院的政策 內政部的政策 我們要把這個政策 要讓跟民眾更了解 我們要更溝通 所以每個意見 其實我們都會接受 都會納入 然後用各種的考量 那唐鳳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 你來回答 有些快問快答 像一分鐘之前 這個洪偉廷問說 那我可不可以說 我期待身份證 我拿了之後 那我就把晶片停掉 它相當於沒有晶片 那剛才已經講了 就是你要先把那個 就是資料清單 相當於戶籍騰本 先印出來 印出來之後 那這個晶片的功能 你完全把它停用 還是可以 但是你如果沒有把這個 晶片資料清單 印出來的話 那你停用了 又需要戶籍地址的時候 那要怎麼辦呢 可能你就要用別的方法 來給出戶籍地址 所以要停用晶片 要說我要用全晶片流程 這個都OK 但是呢 我們也會在流程設計上 提醒這些朋友 要先把那個晶片資料清單 先印出來 是 好 那台北什麼時候可以換 有一位情願 這位朋友說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說 要先在新竹的測試 第一波專業資安人員的測試 這些大家都比較安心之後 我們可以考慮說 那讓你線上來申請說 你也要來測試 但是 台北你說大家都換發 這個院長已經說了 是要這些測試全部結束 大家都安心 所以現在沒有一個期限 沒有一個日期 是 所以我們會等測試整個 大家心裡 信心都有 各方面出來以後 那我們才會開始 來進一步 全國一起來換發 這個院長在總質詢的時候 也有答覆立委的詢問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再take幾題 再take 李立成問說 我如果一開始 有開自然的評證 我後來改變主意 我要關掉 可不可以關掉 可以是可以關掉 他也問說 我如果一開始沒有附加 我之後要打開 可不可以打開 不行 那簡單的講 就是我剛剛在講說 這個晶圓 他在集中置卡的時候 他功能寫在裡面之後 你只能拿掉 你不能再加上去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一開始有開 那他當然停用復用 停用復用 因為他本來就有 自然的評證的資料 在裡面了嘛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 是選擇那個沒有的的話 那就是你要另外辦一張 自然的評證跟我一樣 那就換卡啦 換卡也可以 換卡也可以 好 那林芳宇問說 數位身份證 是不是一定要用讀卡機來讀 是不是有可能像用自己的手機 感應NFC 有點像Yoyo卡那樣子 那這個前面是有一個圖卡來講 這件事情了 麻煩這邊 好 那就是 目前就是簡單來講 要輸入密碼的 現在是只能插卡 不用輸入密碼的 就是公開區的部分 另外那一張 這一部分 是可以感應 那這個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像護照那樣子 你不用輸入密碼 只是要光學識別這一部分 大概都是關於你自己的事情 就是公開區都是你自己的個資 需要輸入密碼的 那個要取用的機關 取得內政部的授權 它是銀行 它是海關 它是什麼東西 一定要用到出生地 一定要用到這些 它是依法取得授權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目前是沒有把感應的 這個功能打開 但是呢 當然我們有聽到一些朋友說 那我在做測試 資安測試的時候 我還是想測試 測試卡 也許我們可以試試看這個功能 讓大家來測試 但是正式卡 目前在新竹即將要 試辦的這一部分 是不會有這個功能 對 所以大家這樣更了解 不過我還是要感謝唐鳳 因為我想我們經過這樣子 讓大家了解有沒有EID 要發行 那當然我還是要拜託唐鳳 我們再來第二次 有機會 我們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有一位彥琳問說 可不可以把記名優游卡 也加進身份證裡面 這就叫做多卡合一 也有人前面有問說 健保卡 這個駕照 學生證 什麼東西 是沒有的 那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現在在換發這個 用的是戶籍法 戶籍法的授權 只有內政部自己自發的這些卡 他沒有辦法把健保卡訂進來 因為像健保卡好了 他發卡的這個單位 是為了醫療用 而且國民之外 有一些移工啊什麼 也都可以拿嘛 那他使用的時候 也只能在醫療跟跟健保署 申請的公務用 所以範圍跟人別 都跟身份證不一樣 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是已經沒有多卡合一 他純粹就是一張 防衛比較好的身份證 那你可以選擇附加自然的評審 好 這樣子大家了解 那我要再次的感謝唐鳳 感謝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那歡迎你們的收看 唐鳳答應我 下次我們再來 好啊 下次我們再來 更多網友的問題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